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就带您去探访一处优优的秘境 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采访期间 听说向州县的山中有一片巨大而奇异的景观石像迷宫 记者决定前往看个究竟 向州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 距离南宁市一百九十千米 当地人说 石像迷宫就位于县城东南部三千米的丘陵中 在密林间穿行半小时后 一片临寻的怪石出现在眼前 向州说 这里就是石像迷宫 也被当地人称作迷魂镇 记者见到所谓的迷魂镇 全部由四五米高的巨石构成 巨石之间分布着多条一两米宽的沟谷 顺着沟谷往里走 记者发现 这片迷魂镇竟然很大 而越向里面走 沟谷越窄小 人在其中 行尽艰难 变不清方向 果真有迷宫的感觉 没走几分钟 沟谷变得越来越狭窄 记者只得在石缝间穿行 哎呦 里边太吓人了 被抢到里边去 不邪怕 似乎痛 由于不熟悉情况 记者不敢贸然继续探访 随即来到周边的村中 一提起石像迷宫 村民们兴致勃勃 而对于村民谢唐胜来说 有件旧事 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我小孩八九岁的时候 因为有一次 很晚都没有回来 我们全家都非常着急 谢唐胜找遍了全村 都没有见到儿子的身影 难道儿子去了迷魂镇 想到这里 谢唐胜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他那个路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不注意的时候 你找不到出口 你出不来 天色箭板 谢唐胜在迷宫中 一边奔走 一边呼叫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迷宫深处 他找到了迷路的儿子 谢唐胜说 自那以后 村里的大人们都叮嘱孩子 千万不可进入到 十项迷宫当中 而采访中记者也得知 迷宫虽然神秘 但在早年间 他还曾护佑着 全村老小的安全 以前这个迷宫 1940年 我们这个村民 拿两树的藏 父母亲他们都去过 下面都 在村民看来 十项迷宫令人敬畏 有着许多传说 而记者更感兴趣的是 这片奇特的地貌 究竟有多大范围 又是如何形成的 幽深的迷宫中 还隐藏着哪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为了一探究竟 记者邀请了地理专家 曾令峰教授 来对十项迷宫进行考察 一到达目的地 曾教授马上吩咐队员们 大致测算 这个区域的面积 注意脚下 是 这多少米 这有四五米 四五米的深度 非常窄 你看这种 哇 你看这种草 草草 哇 核心区域 至少不低于五万平方米 区域内 全部是四到六米的石灰岩 岩墙和岩柱 拿好了 拿好了 四米二 慢点 由于地处 亚热带丛林 很难一览 迷宫的全貌 曾教授说 如果迷宫全然呈现 景象应该微微壮夸 接下来 考察队开始 向迷宫深处进发 对啊 侧着走 这里边感觉 还是有点压抑 对 有点令人窒息的感觉 对 神秘之处在这里 这里特别窄 这里 这个地方 只能允许 一个人过去 曾教授 你有没有那个 狭窄空间恐惧症 我还可以 我们也出来了 出来了可以透一口气 对 是不是游泳 要解放的感觉 哎呀 好 艰难行进了 一百多米后 一星人来到了 迷宫腹地 相对开阔的区域 经过短暂考察 曾教授告诉记者 这个区域 是典型的 喀斯特荣石地貌 哦 这叫熔孔 熔孔 这里应该 熔石出一个洞 一个洞 我看这一块 好像是很薄了 我上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已经非常薄了 厚度只有两公分 只有两公分 只有两公分 这个小孔的边缘 特别的锋利 像刀一样 对 就在大家交流之际 有队员突然发现 落叶间有响动 原来 藏在落叶间的 是一只与众不同的蛙 只见这只蛙 空体呈现枯黄色 行动迟缓 记者立即联想到 其他热带丛林间的毒蛙 据说 一些毒蛙身上的 一滴分泌物 便足可以置人死地 曾教授马上打消了 记者的疑虑 这种蛙我们叫做树蛙 一般在树上活动比较多 这种颜色的青蛙 好像很少见 因为这个青蛙 它跟树叶待在一块的话 几乎看不出来 曾教授说 往常所见的树蛙 一般大都呈现绿色 像这样枯黄色的 确实少见 树蛙通常生活在 阴暗的丛林间 与普通青蛙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 树蛙的脚上 进化出了吸盘 吸住了 你看 吸住了 看到没有 是是 吸住了 放在盐壁上 对 肯定会吸住 放上 吸住了 这只呈现出枯叶色的树蛙 应该是特定环境中 演化形成的 颜色表明 他的祖先 长期就生存在 这片区域 正是由于这里 人际罕至 因此才能 一直繁衍到今天 曾教授判断 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大山深处 也许还会有其他的罕见物种 那么 接下来 考察队在这里 还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呢 刘教授 刘教授 这好像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 它是枯叶上又长新叶子 从它在这里边长出来的新叶子又是这种形状 它这两种叶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好像是长在同一个枝条上 同一个枝条 它光是叶子好像没有根 有有有 是吧 它这种是一种节类 曾教授告诉我们 几亿年前 当无脊椎动物刚刚出现在海洋 陆地上便出现了绝类植物 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树木花草 都是之后两亿多年才出现的 绝类植物和后来出现的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最大的区别是 它们不开花 没有种子 是靠孢子来繁殖 而孢子一般长在叶片上 绝类植物不用通过雌雄受粉就可繁殖 生命力十分顽强 它们的叶片一般成羽毛状 在极端不利的气候水土中也能生存 这就是它们能存活几亿年成为活化石的原因 记者感到疑惑的是 眼前的这株植物为什么看不见根呢 它的根还是有的 在哪儿的根 我看的全是叶子 在后面 我们把它翻过来 后面有根吗 有啊 这些就是它的根 它好像绒毛一样它的根 然后有水有空气它就能活 那我们还给它放回盐壁上 它还能活是吗 对可以可以的 好 没有问题 好 再给它放回去 再放 那从这儿取回来的 很快 新的发现 开始使石像迷宫的身世 逐渐浮现出来 这个就是胆笔石 嗯 胆笔石 就这个是吧 对 跟这个是一样的 你看 曾教授说 笔石是一种已灭绝的 早期海洋动物化石 这种化石 由于很像人工在岩石上 用笔画出的图案 因此得名 这种动物出现在 五亿年前的 韩武纪海洋 在三亿五千万年前的 石碳纪灭绝 总共在地球上 生存了一亿五千万年 彼时的发现 证明了石像迷宫 这个区域的地层 形成于远古海洋 年代非常古老 距今已有几亿年的时间 发现什么了 发现什么了 发现花石 这个是那个 贝类 贝壳类 你看 这个 是一个很完整的 一个贝壳 这边呢 应该是头 它这么合起来 是吧 合起来 在石壁上 考察队员 发现了一枚 完整的贝壳化石 这个至于什么贝 就看不清楚了 那就是贝壳是吧 对 是一个完整的贝壳 这个沙湖 这个盖也清楚 对吧 也非常清楚 那个沙湖的纹粒 纹粒很清楚 比较清晰 哦 是是是 这个正是那个 那个小贝壳类 对 对吧 这个有那个条纹 像那个云南贝 那个贝壳的条纹 贝族类的 贝族类就是 那意思就是 在那个 就是海洋 肚子里边长 对对 肚子下面长有腿 贝族类呢 它一般呢 就是骨双带 骨双带比较多 很清楚 它就是海洋的 曾教授告诉记者 刚刚发现的 贝族类动物化石 形成的年代 大致在四亿到三亿年前 晚于之前的彼时 接连发现 不同年代的 海洋动物化石 为我们勾勒出 这个石灰岩区域 早期形成的途径 几亿年前 这个广阔的区域 还静静地沉睡在海底 海洋中 密布着早期生物 后来 它们的遗骸 和其他沉积物 混杂沉积到海底 经年累月 在重力的作用下成岩 而岩石中 早期的生物 一般位于 晚期生物的下方 不大的区域 竟然勾画着 一幅早期地层的年谱 考察队员兴奋之余 四处寻找 更多的化石证据 在石像迷宫当中 考察队员 七年发现了 从五亿年前 到三亿年前的 海洋生物化石 然而 年代更近的 生物化石 却是踪影全无 曾教授说 这个结果 很可能说明了 一个问题 那就是 大约三亿多年前 原先形成 于古代海洋的 这个地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事实 果真如此吗 跟随曾教授 记者和考察队 在石像迷宫周边 开始了 更大范围的考察 就在石像迷宫 东北部的区域 一个外形奇特 撞似马鞍形的山头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曾教授见到 马鞍山的侧面 有一个巨大的岩石铺面 这个是一个贝类 这么完整 是啊 很完整 你看 这个太完整了 你还记得 那一个鳄头贝 鳄头贝 真没想到 在这个石头里发现 这么完整的一个 小贝壳 现在完全演化成了 一个石头了 也成了黑色的 这个化石 它就是这样 它原来是一个 动物的遗骸 死完之后就堆积 堆积之后 那个钙质 恶氧化硅 往里面渗透 硅化了 就成化石 这块化石 是不是就是 从这上剥落下来 崩塌下来 就堆在这个崖壁下面 曾教授告诉记者 后面地层的形成年代 与石像迷宫地层的年代 是相同的 然而 石像迷宫 平卧在丛林 而这里 却倾斜成了山峰 这就是地质 剧烈活动的 典型政治 考察队注意到 马鞍山的岩石 抛面 倾斜角度非常大 同时 放眼四望 周围还有若干 岩石倾斜角度 极其相似的山峰 这其中 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这个岩长 它沉寂的时候 它这层面 是很平整的嘛 但是它弹生以后 就是往西倾斜 这边是西边 接二连三的 倾斜的山峰 自马鞍山 向东排列 这引起考察队 极大的兴趣 大家寻着 带有倾斜角度的 低山 一路向东行进 最终竟然在 十五千米之外 还发现了 相同的地貌 曾教授告诉提出 如今 这里很多区域 都是低山和平川 然而地下的岩石 都呈现同朝向 同角度倾斜 这说明 从马鞍山向东 连续行进十五千米 整个的路途 实际是一个完整的 泥盆系谷地层 四亿年前 这个地层是水平 净躺在海底的 然而到后来 一场惊天的地质运动 彻底改变了一切 巨大的地质推幅力 是厚达十五千米的地层 隆起褶皱 形成巨大的高山 海水随之退去 后来 巨大的山体在一万年间 不断受到侵蚀 日渐消失 沉睡在海底岩层中的 各类化石出露地表 化石涵盖了四亿多年前 到三点六亿年前 泥盆系四千万年以上的历史 曾教授告诉我们 眼前的地质抛面非常罕见 根据他掌握的资料 这个巨大的泥盆系抛面 其规模和保存的完整 在世界上仅有英国的 一处泥盆系抛面 能与之相媲美 刚才大家看到了 考察队从马鞍山出发 一路向东走了十五千米 这么长的路途 实际上竟然是一个 巨大的地层抛面 要想把这么厚的岩石层 由水平给推附扭曲成 今天这样 那得是多大的力量 那么这力量到底来自何方呢 专家告诉我们 这不是一般的区域性的 地质运动造成的 而是若干次全球性 地质运动的结果 科学研究证实 几亿年前 地球上的大路 还是一整块 叫做联合古路 后来联合古路开始分离 其中的几个地块 逐渐聚拢 形成今天中国的部分版图 然而直到两亿多年前 中国的西南 当时还浸泡在海洋中 就在这个时期 又有一个大的地块 飘移过来 和原来的路块碰撞聚合 由此 今天的中国西南地区 海水退去 陆地形成 由此得知 考察队看到的 广西象周县 湖老的地层 就是在这次地质运动中 从静静的海底 横空出世 而在那之后 地质运动依然不停歇地 改造着这里的山河 最终形成了 今天的景象 在对象周县 岩石剖面考察过后 曾教授带领考察队 回到了石像迷宫 他告诉记者 石像迷宫的岩层 同样经历了 一系列的地质运动 但能形成今天的景象 非常难得 曾教授带着大家 登到了石像迷宫的顶部 他说 从这里不难看出 整个区域在遥远的过去 是一整块石灰岩屁 后来 这里遭受了不同方向 地质力的挤压 岩屁出现网状裂缝 裂缝开始很窄 后来由于风雨的侵蚀 使裂缝开始扩张 形成如今宽窄不一的勾股 硬的东西 它就脆 脆的话 它这个锻链 都是比较平直的 这种石灰岩 它又厚又硬 所以这个锻链呢 也是又深又直 然而石像迷宫的形成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这就是 这个区域的岩石 必须长期基本保持水平 这种形成基礼 与云南的石灵 颇为类似 实际上 石像迷宫 是一个尚在发育中的石灵 再过千万年 这里很可能会形成 与云南石灵 更为相像的景观 这次科学考察呢 让我们栏目的记者 十分感慨 没想到 一个石像迷宫 竟能够让人 腐筋追悉 回溯地球 亿万年 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 我们身边的 山川河流呢 都是大自然 千百万年 甚至是上一年的作品 相比之下呢 我们人类的历史 太短暂了 不过通过 对一块石头 一个剖面 或是一处自然景观的 研究探索 我们人类正在 逐渐地了解地球 演变的历史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